在儿科的门诊 最常见的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拉肚子了 从一岁以下的婴儿 一直到幼儿、学童甚至成人 都有人会因为拉肚子来看诊 那拉肚子的原因虽然有很多 但是我们最常见的 尤其是在冬天可能会流行 夏天也会流行的 就是急性肠胃炎 那我们一般在讲急性肠胃炎的时候 很多家长会问说 那是不是我吃坏肚子呢 其实大部分的急性肠胃炎 可能是病毒或是细菌感染造成的 那病毒或细菌 包括大家常听到的 轮状病毒、诺罗病毒 诺罗病毒 它的这个传染力也蛮强的 常常是家里小孩大人 那一起都有肠胃症状 比如说吐、拉、肚子痛 那细菌性的肠胃炎呢 尤其是像沙门氏菌 或者是蛆状感菌 那它通常也常常在食物 例如喂煮熟的蛋、肉类、海鲜里面 那可能有这个细菌 那于是吃进肚子里面 小孩特别会有症状 所以这样子的拉肚子 有时候会病发、发烧 有的人是低烧 有的人是高烧 有的小朋友在拉肚子的时候 大便里面还会有血丝跟粘液 这个常常是细菌性肠胃炎 例如沙门氏菌的症状